大明星海瑟薇 带着价值十亿的钻石项链参加晚宴 吃下一整晚被下了药的蛋羹后 就感觉胃里一阵翻滚 随后不顾形象地跑向厕所 正在看监控的小偷健壮 赶紧通知队友行动 伪装成服务员的队友手速解 立刻来到厕所 关掉所有隔间的门只留下一个坑位 等海瑟薇跑到厕所 毫不意外地进入给他准备好的隔间 而他则假装上前关心 趁机顺走海瑟薇脖子上 价值十亿的钻石项链 紧接着将项链随意丢在 路过的服务员餐盘里 伪装成洗碗工的珠宝设计师 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餐盘 将碗端进脏兮兮的水槽 在里面找到项链 他赶紧把项链揣进裤兜 假衣上厕所 而厕所早就被他改装成简衣的工作室 他的任务就是在十分钟内 将这条钻石项链拆分成实践珠宝首饰 在对所有人进行逐一排查的同时 发动所有安保人员 对整个宴会厅进行地毯式搜索 期间一名保安来到厨房 发现了珠宝设计师所在的厕所 正当他准备查看时 就收到项链已经找到的消息 原来入侵宴会监控的小偷 在电脑上目睹了一切 他立刻联系队友桑德拉 桑德拉从群底掏出准备好的宴品 通知所有人项链已经找到 随后所有人放松警惕 解开封锁 此时珠宝设计师已经完成拆解 实践不同样式的精美首饰就此诞生 首宿姐将他们全部带走 穿梭在宴会的各个角落 趁机将这些首饰 分别给到扮成不同身份的队友们 他们带着拆解后的首饰 光明正大的走出宴会 没人怀疑被找到的项链是假的 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天衣无缝 是因为他们为了这条项链 策划了整整五年 集合团队的桑德拉是个偷东西的惯犯 五年前和男友相识 他和男友将名不经转的画作 伪装成世界名画 在一个卖一个卖轰台价格坑害冤大头 初次恋爱的桑德拉 全心全意信任男友 男友让他签署不知名的文件 他毫不怀疑乖乖签下 可谁知男友竟向警方举报桑德拉 利用他签署的文件 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面对警察的询问他默不作声 最终他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入狱后桑德拉表面改邪归正 实则本性不变 盯上了一条价值十亿的钻石项链图桑 他是卡迪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桑德拉一出狱 就联系了曾经的队友凯特 凯特经营着一家酒吧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他会给喝醉的客人上掺了水的酒 在听到完桑德拉的整个计划后 他心动至极要求加入 他还告诉桑德拉一个消息 三月后卡迪亚博物馆 会举办一年一度藏品展览 这次展览会邀请大明星海瑟威做主持人 只要他们想办法让海瑟威 戴上涂桑项链出席 他们就有下手机会 于是他们找到一位负债累累的服装设计师海伦 在金钱的诱惑下 他们成功说服对方加入 桑德拉买通媒体记者 将海伦和海瑟威死对头见面的消息 推上头条 海瑟威因此注意到海伦 任性地聘用海伦 成为他的专属设计师 他们找到珠宝设计师敏迪 他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将散乱的珠宝变成全新的珠宝首饰 以及手速极快的手速解 还有销赃鬼才沙拉 负责最后的分销 至此桑德拉的团队基本组建完成 他和队员们详细述说了自己的计划 每个队员都有个字需要负责的事 为了计划无误 他们搞来特制打印机 打印机可以复制任何物体 前提是需要用配套的眼睛扫描物体 得到他的详细数据 与此同时电脑天才雷哈娜 利用安保人员爱狗的特点 专门制作了一个云鹿狗的网站 在对方欣赏小狗时 他趁机给对方电脑植入病毒 成功掌握所有监控设施 还在厕所门口找到了一段监控盲区 服装设计师海伦 不断在海瑟威耳边强调 只有图桑项链才能配得上那样的场合 在他不断洗脑下 海瑟威决定向卡迪亚博物馆借图桑项链 海伦以海瑟威服装设计师的身份 约见卡迪亚博物馆负责人 向他租借图桑项链 图桑就戴上智能眼镜扫描 可惜他们在地下信号不好 他们又提出到有自然光的地方欣赏 负责人又将项链带到地面 摆在桌上任由他们观看 来到地面后智能眼镜恢复信号 海伦左看右看 根据电脑端的扫描结果 不断调整观看角度 负责人虽觉得奇怪但也没有阻止 很快他们就得到图桑项链的所有数据 桑德拉他们一得到数据 就立马打印出房品 可即便是房品图桑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分销鬼才沙拉 入职宴会承办方 成为里面的一位协调员 负责来宾的作息协调 得到展览宴会的作息安排 还得知卡蒂亚在海瑟威身边预留了一个男伴 通过询问得知 海瑟威的男伴就是桑德拉的前男友 凯特得知后慌乱至极 他将桑德拉约到外面 准备退出行动 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也是个偷到高手 在他面前动手 很可能让事情败露 然而桑德拉却告诉他 这就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向海伦保证 他们不会被抓捕 因为前男友是他找好的替罪羔羊 早在他刚出狱时 就打听到前男友和海瑟威私交甚密 他会陪同海瑟威参加卡蒂亚博物馆的展览 到时他们留点物证在他身上 就算他怀疑是他们动的手 有实打实的证据在 他也不能将他们如何 这下凯特终于放心 安心实施计划 宴会前几天沙拉找到上级 将凯特以营养师的身份介绍给他 让凯特混入后厨备餐的地方 至此他们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很快就到了展览当天 海瑟威早早地就来到卡蒂亚博物馆准备 图桑项链也被安保人员运来 海瑟威看到图桑项链时 被他深深惊艳 他迫不及待地让海伦帮自己戴上 海瑟威看着镜子里光彩照人的自己 情不自禁地感叹出声 先要看看他和衣服搭配起来的效果 于是让海伦帮他摘下项链 海伦正要上手 却被保安制止 表示图桑项链需要用特制的磁铁才能打开 于是他以观摩项链为由 请求保安再次给海瑟威戴上 而他则利用手机 悄悄记下全过程发给队友 电脑天才雷哈娜看到后 赶紧联系开索高手 开索高手告诉他们 这是利用磁铁正负极所产生的引力和斥力 所制成的开关 并帮他们赶制了一个开关 此时已经到了傍晚 卡蒂亚博物馆展览正式开始 无数名流齐聚一堂 那些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大明星都出现在这里 桑德拉也穿着一袭长裙进入展览 众人在欣赏完展览后 又参加主办方举办的晚宴 随着晚宴的开始 后厨进入了忙碌 装成营养师的凯特 趁所有人不注意 在给海瑟威准备的蛋羹里下药 为了晚宴能有好身材 已经饿了好几天的海瑟威 看到蛋羹后 开始大快躲移 很快一整晚的蛋羹都被她吃掉 然而她刚吃完就感觉胃里一阵翻涌 她赶紧跑向厕所 负责钉手图桑项链的保安也跟了上去 可却被躲在监控盲区的桑德拉 以这里是女厕所为由拦在了外面 还让他们背对女厕所 等厕所里的手速解得手后 莎拉掐准时间让服务员将餐盘端走 厕所外的桑德拉 在服务员经过厕所时 假意摔倒 顺势将服务员送进监控盲区 而手速解刚好出来 将项链放在餐盘上 混进后出洗碗的珠宝设计师 拿到项链后就对项链进行拆分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没有一点纰漏 等保安发现涂桑项链丢失 封锁现场搜查时 桑德拉拿出准备好的宴品 迷惑所有人视线 等她从手速解手中得到被拆解的涂桑项链后 来到前男友身边 趁机将涂桑项链上最大的那颗钻石放进她的衣服里 接下来就是等宴会结束 等卡地亚博物馆发现送回来的涂桑项链是赝品时 他们已经齐聚一堂分享喜悦了 可就在这时大明星海瑟威走了进来 表示他也要奋一杯羹 原来他早就察觉了几人的计划 只是感觉他们非常有趣 才没有揭穿 与此同时保险调查员介入调查 他们通过宾客名单 怀疑上桑德拉 可经过调查发现 桑德拉全程都在监控中 根本没有机会动手 但早就和桑德拉打过交道的保险调查员 还是约见了他 调查员和桑德拉说了自己的猜测 他的猜测和桑德拉的计划基本吻合 但很可惜他没有证据 不过桑德拉为了已决后患 将保险调查员也拉入伙 并送给他一只完美的替罪羔羊 随后他又让海瑟威去前男友家拍下 被拆解下来涂桑项链 发给保险调查员 他们又利用别人的账户 给前男友汇入几笔巨款 彻底坐视他的罪名 等一切尘埃落定 他们又齐聚一堂分赃 掐指一算余下的钱根本不够 桑德拉当初承诺给他们的两千万 这时凯特微微一笑说道 说完他就打开全是名贵珠宝的冰箱 原来他们的目的从来不单是涂桑项链 而是展览现场的所有珠宝 宴会当晚 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涂桑项链上时 萨德拉在老友的帮助下 悄无声息地调换了所有展品 这些珠宝足以让他们付足一辈子 大妈捡到一吨毒品 偷偷将他们藏在自家的地下裤 可这也不能一直藏着 他得想办法卖掉 通过朋友他打听到毒贩的联系方式 用买来的一次性手机 约他们在餐厅见面 为了不暴露 他将自己包装成中东阔台 一下车就气场全开 由于第一次交易 大妈并不清楚行价 拿出一斤毒品 让毒贩带回去验火 如果有购买意图在联系 量大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优惠 那架势就像是在卖超市的大名 恨不得买一送一 离开前他还特意交代毒贩 以后都用阿拉伯语联系 以防警方窃听 两个毒贩被大妈的操作搞猛了 不确定大妈的货是否可靠 等他们回去验完货后 发现货出奇的好 决定冒险一试 他们来到大妈指定地点 看着不远处的警察局 两人格外紧张 与之相比大妈就淡定的多 一来就上车 淡定的拿出验钞机 确定无误后 带毒贩去出租车后备箱拿货 还提醒他们最好验货 毒贩照做 但在验完货发现 里面净多了两斤 大妈大方表示这是赠体 如果稳定交易的话 她每次都会赠送一公斤 毒贩这下彻底猛逼了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路过 毒贩下得赶紧拉上拉链 反观大妈还谈定地和警察打着招呼 看不出半点慌张 交易完成后 她又乘坐出租车离开 大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全是因为她在警局做翻译 可以接触到毒贩的消息 别看这份工作看起来不错 但年近50的她 却是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单亲妈妈 还有个老年痴呆妈要养 微博的工资完全不够一大家子的开销 最近实在是没钱了 就连疗养院都已经通知她将母亲接回 为了家人她不得不想办法搞钱 这天警局接到消息 将有重达一吨的毒品运到国内 他们从暗线那里得到运毒司机的电话 监听对方的手机 打算等毒贩们交货时 来的人赃并货 监听过程中大妈发现运毒司机的母亲 就是照顾自己母亲的护工 大妈想着毒品一旦被缴 就是销毁的下场 上亿的资金就这样白白消失 还不如白白便宜她 于是她谎称身体不舒服要回家休息 随后来到疗养院 找到护工告诉她 她儿子现在正在运毒 一旦被抓就要面临终身监狱 如果想救儿子 就按她的吩咐去做 为了儿子护工决定一事 大妈搞定护工后 就火机火燎地回到警局 赶走暂时接管接听工作的警员 趁同事不注意 给母亲病房的坐机打电话 通知护工行动 护工立马给儿子打去电话 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让她赶紧处理掉车上的东西和电话 护工儿子听完后立马调转方向 砸坏手机扔掉 彻底消失在警局的视线中 失去运毒司机踪迹的警察们 立马组织人马出发追踪 作为电话监听员的大妈 不用跟着出警 等所有同事离开后 她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一句 与案件无关的谈话后 就穿衣离开警局 与此同时警察经过调查 成功抓到护工儿子 可她车上的毒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察都快被气疯了 只能将护工儿子抓走 审问她毒品的下落 但警察注定要失望 因为对于护工儿子来说 现在她只是有嫌疑 一旦坦白她就彻底完了 第二天大妈再次找到护工 以损失大批毒品的毒贩 可能找她报仇为借口 将她送走 就这样大妈抹出了她的痕迹 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 在警察和毒贩之前 找到那批被藏起来的毒品 她打听到警局有不少退役的缉毒犬 利用关系成功领养了一只 晚上大妈带着缉毒犬来到街上 看到路边围在一团的小混混 命令缉毒犬去找毒品 缉毒犬从车上一跃而下 对着一个人狂叫 大妈见状非常满意 第二天就带着缉毒犬出门 根据护工儿子的行动路寻找 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行地点后 缉毒犬终于有了反应 在车内狂叫不止 大妈一打开车门 她就迫不及待地往前方冲去 最后停在一个小房间外 大妈打开房门发现里面堆满了毒品 她赶紧戴上手套搬运 回到家清理掉地下室里的杂物 将毒品藏进去 第二天特意换了大卡车来搬 这才搞定 与此同时毒贩也找到了毒品的藏匿点 可等他们赶来 却只看到一个空空如也的房子 和地上的一包毒苗 另一边大妈讲所有毒品运到地下室 随后来到超市 购买了大量廉价的手机和电话卡 大妈再次利用监听之便 物色好两个憨憨毒贩 用阿拉伯语联系他们 表示自己手里有会要出 约他们在餐厅验货 大妈装扮好后 乘坐出租车来到约定地点 直接拿出毒品让他们验货 接着又表示如果他们要的量多 那他就给他们优惠 只是他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最后嘱咐他们一定要使用阿拉伯语 两个憨憨毒贩验货后 非常满意立马联系大妈交易 第一次交易大妈成功销货100斤 当晚就找到房东太太 交还所有欠款 还交付了未来三个月的房租 母亲那边也给安排了最豪华的单间 之后大妈又和憨憨毒贩交易了几次 大量毒品的流入引起警方注意 只是大妈每次交易完都会销毁电话卡 警察只查到货主是一个中东大妈 而负责监听毒贩电话的就是大妈本人 监听时随便翻译 扰乱警方视线 致使警方每次出警都是无功而返 为了光明正大使用这笔钱 大妈找到房东太太 表示自己要高价出售房子 让房东太太去买 到时再额外给她一笔钱 房东太太一听就明白了 不就是洗钱吗 这个她熟 房东太太果断答应 只是她要30%的佣金 不管多少她都能搞定 并保证没有后顾之忧 大妈犹豫再三后同意了 与此同时警方查到毒贩的下嫌 准备在他们交易式行动 但盯上他们的不只有警方 还有之前丢失货物的黑帮 他们在警方到来之前 抓到了憨憨毒贩的下嫌 认出对方售卖的货 就是自己丢失的那批 他们刚问出两个憨憨毒贩的下落 就听到警车的声音 等警察赶来就只看到受伤的下嫌 简单处理好她的伤口后 就开始逼问 由大妈负责现场翻译 大妈再次利用植物质变混淆双方的信息 见问题越来越深入 他们混淆的点越来越少时 大妈果断选择装晕 打断审问 受到这次的教训 大妈立刻改变交易方式 她先将货放在超市的储物柜 然后将钥匙放在约定好的商品后面 憨憨毒贩拿到钥匙后 将钱放在同一位置 等大妈确定钱无物后 就会告诉他们获得位置 因为交易地点在超市 看起来就像是普通购物 并没有引起警方的注意 依靠这样的方式 大妈又成功削走一批货 然而大妈上次的晕倒 上级担心她的身体出现问题 特意让大妈休假 不能监听的大妈 只能将联系方式改成游戏 没曾想还是被警方监听到 一无所知的大妈照常来到交易点 但她刚进去 转头就发现了警察 大妈慌忙跑向二楼 从另一个出口出去 拿出手机联系憨憨毒贩 临时更换交易地点 还没等警察找到他们 大妈就和憨憨毒贩在街头完成了交易 却一不小心和路人撞倒 大量现金洒落在地 情况紧急大妈随意捡了几下 赶在警察追来前 乘坐出租车离开了商业街 虽然她躲过了警察的追捕 但之前丢失毒品的黑帮 通过憨憨毒贩已经盯上了大妈 现在就跟在她身后 好在大妈刚下车就遇到巡逻的警察 她连忙和警察说有变态跟踪自己 黑帮打手见状赶紧溜了 大妈暂且逃过一劫 这天房东太太邀请她参加女儿的婚宴 黑帮打手装作搬运工 混进了婚礼现场 一进来他们就从花盆里掏出藏好的枪 控制了现场 大妈在家中听到声响 也拿出枪防身 双方都拿着枪指着对方毫不想让 可就在这时楼道里几个调皮的小孩 点燃了鞭炮 房东太太的保镖趁机开枪杀了两个黑帮 房间的人都惊魂未定 只有房东太太镇定自若 吩咐保镖清理掉现场痕迹 大妈找到房东太太 打听她是否报警 房东太太告诉她这里是中国社区 警察从不过来 他们遇到问题都是自行处理 大妈这下彻底放心 随后所有人照常参加婚礼 就像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时大妈接到疗养院的消息 说她母亲刚刚去世 大妈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 坐在疗养院里久久不能忘怀 想起母亲生前最爱逛街 她决定将母亲的骨灰 撒在商场让她和商场永存 失去母亲后她也没了奋斗目标 决定收手 她找到房东太太 打算将洗钱的报酬移并给她 谁知房东太太问她货还剩多少 原来她早就知道大妈在贩毒 而且藏匿地点就在这地下哭 大妈听到后都呆住了 没想到自己以为的隐秘 只是别人的不在意 和房东太太拜别后 大妈将余下的毒品放回原先的房子 并处理了用来装扮的中东大妈的衣服 之后就和上级提出了离职 上级死死地盯着大妈 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经过久久的沉默后 她还是什么都没说 原来上级早就发现大妈 就是他们一直追捕的中东毒贩 只是上级深爱的大妈 为了她愿意放弃一切 甚至是自己奋斗一生的职业 回到警局后 上级盯着监控深思 还是决定将她永久删除 最后大妈如愿 离开了这里 不再被金钱所困 过上了自由的生活 男人的皮肤出现大块黑斑 并且在快速扩散 黑斑中心的皮肤消失 露出里面的血管 没一会功夫 男人全身上下所有皮肤都看不见了 肌肉内脏也在慢慢消失 就连骨头也完全透明 男人在科学家期盼的眼神中 只留下试验床上的人形印记 科学家们高兴不已 他们研究的隐形药水 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成功 也不枉萨文用自己做试验 他是隐形药剂研究的负责人 在此之前 他带领队员在动物身上 已经尝试了无数次 动物们无一例外全都隐形 但他还没有研究出隐形药剂 也就是说现在 只能隐形不能隐形 萨文为此忙得焦头烂额 深夜都在家里研究隐形药剂 可结果总是失败 每到这时他就会 电脑上输入新开想 电脑运行后显示正确 萨文非常激动 连忙联系同事琳达 琳达得知后也非常激动 连夜赶到实验室 药剂很快制作出来 他们在一只隐形的大猩猩身上试验 随着药剂的注入 大猩猩的血管开始显现 接着就是血肉 经过一番等待大猩猩成功显形 他们的试验宣告成功 接下来就需要不断试验改正 最终作用到人体上 然而还不等试验稳定 萨文就想进入到第三阶段 直接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他将自己的计划告知队员 队员们大惊 他们都知道药剂还不稳定 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可萨文作为实验室老大 有权决定一切 他强制要求队员同意 队员虽不服但也只能听从 就这样萨文变成了一个透明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喜悦 因为萨文变成了隐形员 需要时刻关注他的状态 他们决定轮流值班看守 这天留守的是队员兽医 深夜兽医睡在椅子上 这时门被打开 萨文叫了几声 确认兽医已经熟睡 萨文肆无忌惮地摸他的头发 解开他的扣子 兽医瞬间惊醒 看了一圈后都没有看到人 他又去看监控 发现萨文正躺在床上 兽医觉得刚刚就是萨文 第二天他将这件事告诉同事 同事们感觉不可思议 但还是相信萨文不是个猥琐的人 做不出这样的事 都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下午黑妹下班上厕所时 总感觉身后有人 他赶紧带上热视镜查看 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之后越来越多的同事 遭到萨文的恶作剧 他就像孩子刚得到 新奇玩具一样 和好友分享 很快三天过去 按照原计划 萨文在今天恢复隐形 一切准备就绪后 队员将药剂注入到萨文身体 随着药剂的注入 萨文身上的血管开始显现 接着就是头骨 可这时萨文感觉呼吸困难 队员立马给萨文插上插管 给他做心肺复苏 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萨文 经过一番抢救 萨文活了下来 但险形失败 他再一次陷入隐形 试验失败 让所有人都陷入颓废 为了看到萨文 他们给他做了一个橡胶头套 直接将橡胶倒在他脸上 等橡胶凝固 用剪刀剪出眼睛鼻子嘴巴 这样就不用害怕萨文的恶作剧了 他们还要制作出新的险形药剂 可试验是萨文负责 现在没了他 试验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无论怎么尝试结果都是错误 而萨文也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失去耐心 他原本只打算做三天的隐形员 可如今十多天过去 他还是个隐形员 每天只能生活在狭小的实验室 萨文变得暴躁易怒 迫切地希望出去 这天晚上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换上衣服戴上墨镜 通知值班人员后就要离开 值班人员立马阻止 表示规定不能外出 萨文直接无视 坐上了连接外面的电梯 值班人员赶紧通知队员 萨文来到地面 保安看他行为诡异 就想靠近多说几句 萨文镇定自若 一上车就升起车盖 挡住保安的视线 路上他还在小孩子面前摘下墨镜 故意吓唬对方 回到家萨文发现 女邻居刚好回来 萨文想起自己的隐形状态 恶从兴起 他脱掉面具 敲响了女邻居家的门 趁对方开门时溜了进去 女邻居没有看到人 也就没有注意 回到房间护肤 萨文站在旁边偷窥 接着就拨弄镜子 戏耍女邻居 女邻居感觉事情 有些不同寻常 起身查看 却被萨文扑倒 开始了不可描述 这时接到消息的 灵达来到萨文家中 发现了桌上的皮套 按道不好 赶紧通知其他人 去实验室集合 就是苦了队员 半夜都要跑回公司加班 来到实验室后 他们给每个人 配备一把麻醉枪防身 这时萨文出现在他们身后 解释自己只是回家拿东西 没有做违法的事 让队员不必如此紧张 接着他又用领导人的身份 威胁组员必须听他的话 组员们却没有害怕 灵达反威胁回去 表示如果他再出去 那他就将事情闹到委员会 萨文毫不在意 极为嚣张地离开 一天后他们的研究取得突破 所有人都盯着 显行药剂模拟器 希望他能突破到100% 然而当进程达到95% 所有数据崩溃 之前所有研究毁于一旦 萨文还得继续做隐形员 不同于上次的颓废 萨文这次一脸平静 甚至还有点享受 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 深夜萨文睡不着 他看着热诚向监控有了主意 和值班人员说了一声后 离开监控范围 趁机调换了监控录像 随后就溜了出去 萨文来到灵达家 却发现灵达正在和同事马特亲密 萨文觉得自己头上长了草 原来灵达是萨文的前女友 他气得直接砸碎玻璃 打断两人的好事 马特和灵达来到窗口查看 没有看到人 可他们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立马给值班人员打去电话 得知萨文还在监控内 萨文气急败坏地回到实验室 小狗对着他不停吼叫 他一气之下直接砸死小狗 第二天兽医找到他理论 他也失口否认 不承认是自己所为 组员们坐在一起查看了昨晚的监控 没有发现异常 晚上灵达一个人在家 再次感觉不对 他急忙穿上衣服 来到实验室 发现萨文在监控上坐的手脚 他立马通知所有人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将这件事告知委员会 灵达带着马特连夜来到一个委员家 告知了他一切 可他不知道的是 萨文一直尾随在他们身后 听到了一切 等两人走后 他切断委员家的电话线 在委员出来查看时 一把将人推进游泳池 委员最后被淹死 第二天大早灵达来实验室 询问值班人员后 得知没有电话打来时 他主动打出去 却得知委员逆亡的消息 灵达立马给其他委员打电话 可却打不通 只好再跑一趟 到了电梯 他才发现自己的通行密码被修改 又是了其他人的依然一样 几人这才意识到不对 他们决定先解决萨文 可萨文一直跟在他们身后 听到了一切 同样抱着解决他们的想法 他先解决了落单的黑妹 几人发现黑妹消失后 连忙跑回监控室 只看到黑妹的尸体 他们来不及悲伤 当下之急是解决萨文 他们根据监控发现了萨文的位置 派出两名男队友出去对付他 其他人则在监控室内指挥 直接消失在监控下 两名队友只能靠自己 他们戴上热视镜 以为他躲在管道后面 他们对着管道射击 却没有击中 摘下眼睛一看 才发现热源是一个蒸汽出口 这时队友小胖被偷袭 掉在半空 另一人赶紧射向蒸汽法 成功让萨文显形 但小胖却在落下时不小心磕到头 瞬间死亡 另一人本想反击 却被萨文一拳击晕了过去 监控室的几人收到消息 出去支援 看到队员躺在地上血流不止 兽医赶紧来到仓库拿血带 没想到却被萨文跟上 将他关在了仓库 兽医集中生智 将血倒在地上 只要萨文踩上 他就能轻易找到他 然而萨文早就来到他身后 将他推倒在地 用麻醉枪结果了他 不久后 其他几名队友来到仓库 在冷库发现了兽医的尸体 他们上前查看 结果留在外面的队友 却被萨文偷袭 被铁棍穿破身体立即死亡 琳达和马特健庄立马出来查看 他们一个不查 马特就被萨文击中 琳达赶紧将马特拉进冷库 而萨文趁机关上冷库大门 并打开冷库的智冷 冷库的温度急剧下降 两人被冻得瑟瑟发抖 琳达处理好马特的伤口后 就用呼吸机制作了一个 简易的磁吸器 成功打开了冷库大门 另一边萨文换了身装扮 来到实验室用药剂做了一个炸弹 他要让所有知道 隐形药剂的人都死在这里 萨文的身上燃起熊熊烈火 他赶紧脱掉身上的衣服 但琳达穷追不舍 不断往他身上喷火 很快喷火器的燃料用紧 萨文趁机脱掉衣服 再次消失在琳达眼中 琳达用最后一点燃料 破坏了上方的灭火装置 让萨文显形 方法是起笑了 可他始终不敌萨文 被他击倒在地 关键时刻受伤的马特打来 击伤了萨文 萨文恢复后 捡起铁棍就想反击 却一不小心击中配电箱 一时间无数电流穿过身体 萨文因此晕倒 琳达两人来到实验室 发现了萨文 用消化干油制作的定时炸弹 发现他即将爆炸 两人连忙跑向电梯 打开通风口 拼命爬向上方 这时炸弹倒计时结束 实验室一片火海 电梯被巨大的热力冲向上方 两人只能匍匐在墙壁 可紧接着电梯又快速下落 堪堪停在他们上方 两人通过缝隙继续向上攀爬 但下方的琳达却被追上的萨文抓住脚 被他拖着吊在电梯顶上 琳达假意屈服 趁萨文不备 悄悄抓住缆绳 紧接着用力踩在电梯机关上 萨文立马掉落葬身火海 琳达和马特终于获救 女人将十万现金塞进裤子 紧接着又把二十万藏在胸前 三个女人试图把银行的钱偷出来 不过他们偷的是没人要的旧钞 这里是美联储 全国各地的废钞都会运到这里 像垃圾一样销毁 看着一塌塌钞票被不断扔进碎钞机 几个呼吸间就干掉几个小目标 看得宝洁大妈那叫一个心疼 恨不得立马冲上去救下他们 可这里监控无处不在 任何异常都会被监控捕捉到 每个人都只能在全线范围内活动 一旦钞出范围就会被上级请去喝茶 就连上厕所都必须控制在一分钟内 在这样严格的监管下 偷出钞票难于登天 可宝洁大妈偏偏不信邪 发誓一定要通过旧钞发家致富 原来这位宝洁大妈在一个月前还是富家太太 可一场意外 让她丈夫破产甚至还欠下天价债务 无奈之下她只能出来工作 好不容易才得来这个机会 工作第一天 她就被警告不要动歪心思 可看着一达又一达钞票在自己眼前化为灰烬 她还是忍不住 决定从美联储偷旧钞 经过观察她发现这里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钞票运输进来由专人装进运钞机 再由专人送往碎钞市 碎钞市除专门负责碎钞的黑胖外 还配备一名保安全城监控 除此之外 运钞机时刻上锁 三把钥匙分别放在三个地方 且都有专人把守 显然从钥匙上 下手很难有突破口 宝洁大妈又把目光放在锁上 相比严格把控的钥匙 更换锁就简单得多 这里的锁虽然是专用锁 但外表却和市面上的一般无二 她没耗费多少心力 就在钞市找到同款样式的锁 锁找到后 如何在监控下把钱偷出来又成了问题 隔天在监控室打扫时 她悄悄观察起监控画面 竟真被她找到监控死角 运钞员等电梯时 运钞机会完全遮掩住她胸部以下部位 更妙的是她身后就有一个垃圾桶 看到这里宝洁大妈就想到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但想从遍布监控的大楼成功偷走钞票 仅仅这样还完全不够 她还需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帮手 宝洁大妈第一个盯上的是负责碎钞的黑胖 下班后宝洁大妈找到黑胖 可她刚发出邀请 就被对方狠狠拒绝 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对美联储就超动心 但宝洁大妈不达目的不罢休 跟到黑胖家中 发现黑胖之所以那么谨慎 是因为她是个单亲妈妈 她一旦出意外 两个孩子就会成为孤儿无依无靠 孩子就是黑胖的软肋 于是宝洁大妈趁机在黑胖的储物箱里 塞满名校宣传手册 没有一个母亲拒绝得了让孩子成才的机会 就这样黑胖被成功说服 至此宝洁大姐偷抄团队初步搭建完成 但两人都没有能偷到旧抄的机会 两人又盯上负责运抄的历解 她能在监控下完没躲过监控专员偷到旧抄 而且她从小就患有糖尿病 所有工资基本花在治病上 生活十分拮据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宝洁大妈的计划 三人一拍集合决定大干一场 为了方便交流 他们约定抚摸眉毛就代表行动开始 第二天宝洁大妈把买来的所藏在裤腰带上 成功躲过安检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行动 午饭时宝洁大妈对着黑胖做出了暗号 表示准备就绪 黑胖那边很快给出回应同意行动 但丽姐却摇摇头不同意 三人来到厕所碰面 丽姐说她今天有不好的预感不宜行动 两人都十分无语 但行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没办法只能改天 第二天 三个女人再次趁午餐期间摸上眉毛 行动正式开始 宝洁大妈来办公室打扫卫生 把工具箱往监控下一方 稍微侧身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人为的监控死角 再把买来的锁藏在毛巾里 趁机把运钞机上的锁换成自己的 然后若无其事地打扫完卫生再离开 等她从办公室出来刚好遇到来运钞的丽姐 两人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 宝洁大妈趁机告诉丽姐换了锁的运钞机编号 丽姐成功接收信息 从办公室里拿到对应编号的运钞车后 就开始小幅度地跳舞 等到了电梯口时利用监控盲区 悄悄打开运钞机上的锁 随着身体的摆动一打又一打 就钞被她扔进垃圾桶 一直没停下的舞蹈成功演示了她的动作 电梯一到她就把运钞机运到 由黑胖负责的碎钞室 而黑胖早就从宝洁大妈那里拿到被换下的锁 运钞车一来 她再把针锁悄悄换回去 这样就能做到天衣无缝 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最后等宝洁大妈收垃圾时 从电梯口拿到就钞票 再来厕所分赃 看着到手的钞票 风味一样的往衣服里塞 直到塞不下才停手 因为如果不突击检查 保安不会搜身 三人成功躲过检查 把钱偷出银行 回到家后 三人围坐一团开始数钱 没想到第一次行动 他们就成功偷出九万块 接下来的日子 三人如法炮制 从银行偷出越来越多的钱 宝洁大妈夫妻两还完了欠款 还过上了富态生活 黑胖家的孩子也被她全款送入名校学习 历劫也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 但很快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宝洁大妈的老公和黑胖想停手 认为现在的钱已经够他们付足一辈子 没必要再冒险 但宝洁大妈和丽姐却想得到更多 坚决不同意 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 黑胖只能继续参与行动 貌合神离的几人 在行动中很快就出了差错 这天宝洁大妈在给黑胖钥匙时 一不小心把钥匙扔进了下水道 唯一的备用钥匙却在丽姐身上 他们为了不引起怀疑 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留过联系方式 宝洁大妈只能给丈夫打电话求助 让她去找丽姐男友 再由男友联系丽姐 这番折腾下来 时间过去大半 岁超室内只剩下被换了锁的岁超票车 原钥匙根本打不开 黑胖只能假装运动拖延时间 丽姐一收到消息就往电梯赶 但因为工作权限 她根本去不了岁超室 好在丽姐集中生智 假装和同事吵架 把钥匙藏在嚼丸的口香糖里 扔进电梯连在墙上 楼上的宝洁大妈 再借由打扫卫生成功拿到钥匙 赶往碎超市 与此同时 黑胖见钥匙久久不来 只能硬着头皮开锁 保安看她这么费力就走过来查看 眼看就要摸到锁石 宝洁大妈赶到 叫住了保安 在保安给她开门的间隙 把钥匙成功扔给黑胖 几人有惊无险地度过这次意外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 保安找到黑胖 说她发现了几人之间的秘密 万幸的是这个保安一直对黑胖有好感 不仅没有告发他们 还在保洁大妈的劝说下和黑胖修成正果 成功加入 团队里自从有了保安 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能提前知晓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他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 他们想过上富足生活 可偷来的钱终究见不得光 他们不仅不能放肆用还处处受险 为此保洁大妈的丈夫 特意为几人打造变富原因 完美解决不敢花的问题 但要紧记每笔花销不能超过一万 因为单笔花销只要超过一万美元 就会自动上报税务局 转眼三年过去 几人从银行偷来的旧超 已经达到惊为天人的数目 长期的安逸生活让他们失了警惕 在消费时还是露出马脚 被银行调查员盯上 他拿着拍摄的资料直接找到行长 可行长却不相信他 认为三个靠体力吃饭的女人 根本没有能耐从守卫严格的美联储偷钱的胆量 不仅不配合调查 还把调查员赶了出去 另一边保洁大妈他们也发觉不对 保洁大妈发现调查员从邻居家出来 见状立马给保洁大妈打来电话 说他们已经被银行调查员盯上了 下班后他们所有人聚在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保洁大妈先询问大家 最近有没有超额消费 谁知历解男友说他拿赃款购买了证券 还超过了最高限度 大家听到后都气得爆炸 但是已至此 他们只能期盼对方现在只是怀疑 还没有掌握确切证据 所以他们不能自乱阵脚 先回去销毁掉证据 因为没有证据调查员就不能抓他们 而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堆积如山的钞票 一到家他们就开始销毁钞票 保洁大妈的丈夫蹲在马桶旁边 把钞票粉碎后冲进马桶 黑胖则把一塌塌的钞票往火里扔 而立姐和男友就直接大胆很多 他们制作了简易炸弹 一离开就直接引爆 但巨大的动静也引来直升机 原来调查员早就调好人手蹲守在附近 只等他们自乱阵脚抓个现行 现在时机已到 成功逮捕他们 三家中只有立姐和男友成功销毁所有钞票 黑胖和保洁大妈家中还有大量赃款 但好在保洁大妈在调查员来之前 已经携带大量巨款从后门翻墙逃出 就在所有人以为保洁大妈背叛他们时 对方用钞能力成功说服当地最有名的金牌律师 成为他们的辩护人 金牌律师一眼就看出行长的弱点 行长如果想保住银行行长身份 就一定不敢承认保洁大妈几人的剽窃行为 果然没等金牌律师多说几句 行长就被说服出面保证 银行所有就钞票都被销毁 绝对没有被偷 但保洁大妈他们并没有交税 调查员可以以欠税的名义状告法庭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共识 保洁大妈等人补齐所有税款免受牢狱之灾 于是他们花光手里所有现金补齐税款 成功逃过一劫 一年后三个女人再次来到他们聚会的酒吧 来到地下室里面竟藏满了现金 原来一开始保洁大妈就预料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所以他早早就准备了后路 每次得手都会拿出一部分转移到这里 如今风波已过 他们又可以过上富婆生活 清洁工大爷将千亿钻石装进垃圾车 然后掐准时间 趁着监控轮换的间隙 将钻石推到厕所 紧接着给水槽换上更粗的管子 将钻石全部冲进下水管道 顺着水流 所有钻石都堆积在公司下面的下水道 就这样清洁工大爷一夜间 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千亿钻石 保安和监控均未发现异常 清洁工大爷就职于伦敦钻石行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钻石供应商的钻石储存基地 每天都会诞生无数让人尖叫的绝美钻石 得到一颗就能瞬间报复 清洁工一入职就惦记上他们 他这一惦记就是15年 可现在他年近60即将退休 但他不甘心与这些闪亮亮的钻石失之交臂 于是他决定干票大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通向财富的数字 就藏在董事长办公桌的暗格里 原来董事长年事已高经常忘记密码 为了记住密码 每次更换密码 他都会把密码悄悄写在纸条上 每天看上一眼 然而最近清洁工大爷发现纸条不见了 他翻遍办公室也没有找到纸条 清洁工大爷觉得董事长年龄越大心眼越多 或许把纸条藏在了家里 为了得到密码 清洁工大爷在公司物色队友 他看上了女高管戴尔 戴尔在这里已经兢兢业业了十几年 钻石行大部分客户都是他谈来的 但他在钻石行却一直得不到重用 到手的升职都能被关系互割掉 他是个不错的人选 于是他在打扫戴尔办公室时 在他激励自己的小作文里 留下一句你永远都没有成功机会 和一张电影票 戴尔看到后想都没想 静止走到电影院 看到清洁工大爷感觉无趣 转身就要离开 清洁工大爷拦住他 保证只要给他三分钟时间 他就能把戴尔迷的舞迷三道 戴尔将信将疑地留下来 和他在电影院坐下 接着清洁工大爷拿出 他从戴尔办公室垃圾桶里 找到的小卡片 向他阐述一个可怕的事实 伦敦钻石行在全球拥有 1224家分公司 没有一个女性总经理 戴尔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 因为在过去的三年 公司把升职机会 都给了远不如他的男性 戴尔感到冒犯就想离开 清洁工大爷再次拦下他 告诉戴尔公司已经决定解雇他 就因为刚上任的经理 觉得一个女人知道 太多行业机密不安全 而他的董事长爸爸 又害怕机密泄露 于是向所有同行通气 要求他们不能雇佣戴尔 也就是说他们一辞退戴尔 戴尔就会一落千丈 从世界500强的经理 变成无业游民 还不如抓住机会 一起干漂大的 戴尔拒绝了清洁工大爷 但心里还是胡疑 第二天他支走董事长秘书 在文件夹里 真的找到对他的解聘文件 只等董事长签字确认 就能立马生效 想他为公司拼死拼活这么多年 没想到公司竟这么对他 于是他主动找到清洁工大爷 表示既然公司不做人 那就别怪他 不狠狠捞上一笔 简直对不上良心 清洁工大爷拿出 他珍藏多年的公司地图 仔细向戴尔介绍他的计划 每天九点后 伦敦钻石行就会封闭大门 整座大厦只有夜间值班人员 而他打扫完卫生后 会有几小时在保险库外独处的时间 大概每隔一小时保安 才会下来查看 这意味着他就算在里面 脱光衣服都没人管 现在缺的就是 那串通向财富的数字 恰好三天后 董事长家里举办宴会 戴尔就在受邀名单上 宴会这天 戴尔借口去上厕所 离开宴会厅 溜进董事长办公室 在里面翻找 可他翻遍办公桌都没发现纸条 就在这时 董事长突然打开房门 好在房间够大 戴尔及时躲到了楼上 董事长没发现一场 直接来到保险柜前 打开保险柜 戴尔掏出望远镜 记下了保险柜的密码 等老板走后 他打开保险柜 顺利找到保险库密码 时间紧迫 他记下密码就走 第二天一来公司 他就把密码告诉清洁工大爷 今晚就可以实施盗窃计划 可人算不如天算 伦敦钻石行突然引进监控设备 其中一个正对着保险库门口 他们不可能避过监控进入保险库 好在新兴科技刚出现时 还有很大漏洞 他不能录像 只能依靠保安24小时人工审查 而且8个监控只有无显示器 所以监控画面每15秒切换一次 也就是说清洁工大爷 有一分钟的时间穿过走廊 输对密码打开保险库 这对于一个年近60还缺腿的大爷来说 难于登天 不过在破天富贵前 清洁工大爷愿意全力以赴 晚上大爷打扫监控事实 打开怀表悄悄观察监控画面切换时间 紧接着倒掉垃圾 准备好一切 来到保险库过道 掐准时间趁监控画面切换 拼尽全力跑向保险库大门前面 根据戴尔给的密码打开大门 可时间紧迫清洁工大爷 在输入密码时出现差错 他的身影就这样大啦啦的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好在监控室保安正在摸鱼 没看监控 等他饼干吃完 戴尔按时打来的电话让他再次离开岗位 等他回到岗位去盯监控画面时 保险库已经关上 清洁工大爷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钻石 露出满意的笑容 接着他搂紧钻石 全部巴拉到垃圾车里 再瞄准时机离开保险库 第二天戴尔在不远处 鬼鬼祟祟的看着伦敦钻石行大门 直到保洁大爷走出大楼 手里还揣着约定装钻石的保温杯 这才放心进入伦敦钻石行 然而他刚进来不久 同事就告诉他钻石行已经启动最高级别的安保 接着他就被带到保险库 发现保险库所有的钻石消失一空 戴尔慌了 赶紧找到清洁工大爷 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本来约定好只偷一保温杯钻石 给自己整点退休金 现在好了整个保险库钻石洗劫一空 到手的钻石反而成了烫手山芋 放哪都不行 清洁工大爷向戴尔保证 只要他不泄命 就一定不会出问题 答应给他的报酬也会一分不少 戴尔害怕至极 决定先回公司看看情况 没想到清洁工大爷疯了 专门请了的中介公司 给伦敦钻石行送来勒索信 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 将1英镑汇入指定账户 还留下一颗528克拉的钻石威胁他们就范 经过商讨钻石行决定赵佐 但又不想出这笔钱 于是他们再次联系保险公司 没想到对方是个啥啥不赔保险公司 1英镑的损失他们只愿赔付500万 还把伦敦钻石行钻石失窃的原因 归结到是他们自己看管不严 根本不是意外 整个过程戴尔都紧张极了 为了不暴露 他再次找到清洁工大爷劝说他放手 说这些钻石唯一的买主就是伦敦钻石行 如果他们不买 他们手中的钻石也无法找到其他买家 可清洁工大爷不仅不听劝 还嚣张表示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找 他是绝对不会收手 回到办公室 戴尔仔细端向大楼图纸 但都没有找到可以藏匿钻石的地方 也想不通钻石究竟是如何在一夜间运出大楼的 然而他洗手时 手卷中的钻石突然掉进下水道 他拆掉U型管 才从里面找到掉落的钻石 看着手心的钻石他突然恍然大悟 戴尔跑到公司楼下 撬开下水道 顺着楼梯爬下去 在里面果然找到堆成山的钻石 此时清洁工大爷拿着枪 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夸赞戴尔的聪明才智 还嘲讽他一辈子都得不到重用 看他可怜清洁工大爷就告诉他真相 那天他潜入保险库后 将钻石推入垃圾车 再来到厕所更换下水管道 将钻石从下水管道运输出去 就这样一趟又一趟 他花了一夜的时间偷走整整两吨的钻石 这些戴尔都已经猜到 但还是好奇大爷的目的 如果为钱按照原计划 他们两都工程身退 清洁工大爷告诉戴尔这都是因为爱情 原来多年前 清洁工大爷的妻子身患癌症 好在是早期 只要及时治疗就能治好 但两人收入低廉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保险公司上 没想到那是个傻傻不赔公司 一直不肯支付他妻子的医疗费 直到他妻子因病去世 他们才露面假惺惺说几句面子话 他偷钻石只是表象 真正的目的是让保险公司破产 作为傻傻不赔公司 这次他们当然也不愿赔偿 经理亲自和钻石行谈判 表示一亿损失他们只能支付500万 钻石行非常生气还撕掉保险公司给的支票 谈判失败后 保险公司就事情捅到媒体那里 伦敦各家媒体记者 当晚就围在伦敦钻石行大门前 争先抢夺一手资讯 伦敦钻石行董事长一收到消息 就突发心脏病死亡 保险公司件事情越闹越大 只能花钱办事 将一英镑打到指定账户 清洁工大爷看时间已到 露出笑容潇洒离去 从此消失不见 经过警方调查 证明整件事情由清洁工大爷一手策划执行 和戴尔无关 戴尔反而成了寻找钻石的最大功臣 但伦敦钻石行 还是没有改变性别偏见 不肯重用戴尔 把升职机会给了远不如他的男性 隔天戴尔就办理了离职 不久后他收到银行的通知 他的账户上被人汇入了一亿英镑 之后戴尔拿着这些钱 投身公益事业 帮助那些困难的人们度过难关 90岁破产老人在就业 帮别人跑车 竟获得4万高额佣金 这样出小力赚大钱的事 肯定不是什么好货 所以在运输货物时 他忍不住好奇打开了那个神秘包裹 发现里面竟是满满当当的毒品 老爹下得赶紧拉上拉链 然而就在这时 一位缉毒警察好死不死地出现在他身后 老爹不可避免地心跳加速 他强装镇定用车上的栗子 挡住装有白粉的袋子 和缉毒警察解释自己去给外孙女送栗子 老爹的外表成了他的保护伞 缉毒警察没有怀疑老爹 但警车上的缉毒犬却狂叫不止 缉毒警察没有在意只当警犬尿急 这里只有他和一个九旬老人 又怎会有毒品 老人见状准备逃走 可在开车前一秒 看到一旁的药膏 他有了方法 老爹将药膏抹在手上 下车抚摸警犬的鼻子 警犬在刺鼻气味的刺激下停住狂叫 缉毒警察没有多想 迁走了缉毒犬和老爹败别 还助他旅途愉快 老爹本是一个花农 经营着自己的小花园 但随着网购的普及 老爹的花园经营不善 被法院强制收走拍卖 无处可归的他终于想起家人 于是他带着行李投奔女儿 没想到女儿一见到他就变了脸色 他妻子也没有好多少 指责他打扰外孙女的定亲 原来多年来老爹只顾着工作 忽略了家人 即使是在女儿结婚这样重要的日子 他也没有出息 女儿因此对他彻底失望 不再和他说话 自知理亏的老爹只能离开 这时一个男人找到他 得知老爹去过全国所有州 从未发生意外后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运输工作 老爹没多想就答应了 老爹按着约定时间 来到指定的轮胎店装货 发现里面四个壮汉举着枪 警惕地看着他 他们看到老人破旧的皮卡石 不是很满意 想拆了他的车 作为一个退伍老兵 老爹什么危险没遇到过 不允许他们拆了自己的老朋友 让他们直接将货品装到后备箱上 几个壮汉同意了 临行前他们警告老爹 不要好奇打开袋子 还给了他一个手机 要求电话一响必须接听 等到了指定地点 把车停好留下钥匙 人离开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到时报酬和车钥匙会留在他车里 老爹没有深思 带着货物踏上了送货之路 老爹一路悠闲唱着情歌 很快就来到指定地点 一个小时后他回到车上 果然在发现了车钥匙和一个信封 老爹没有想到只是一个简单的运货 就能得到如此丰厚的报酬 一个男人突然敲响他的车窗 递给他一个名片 夸奖他这次干得不错 以后如果缺钱了可以联系他 老爹知道这种出小力赚大钱的工作 一般不是什么好事 老爹拿着这些钱包下 外孙女婚礼上的酒水 他女儿和妻子这才允许他参加婚礼 但依旧没有给他好脸色 妻子说他因为工作丢了家 老爹回到花园 看着上面被拍卖的字样 决定再干一把赎回花园 为了方便运输 老爹用余下的钱买了一辆新车 再次来到装货点 他们将比上次多一倍的货物 装进后备箱 并给了他一部新手机 老爹拿出上次的手机 和男人说自己还留着 男人接过就手机直接掰断丢掉 警告他送完货 手机就要立马销毁 老爹的第二次运输 依旧完成得很好 这次的运货老爹得到比上次多几倍的报酬 他赎回了房子 男人到老都还想着消遣 他来到自己光顾了几十年的酒店 却发现酒店因为火灾 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如果有人能拿出两万五的闲钱 酒店或许还能开下去 这样被有面低是老爹自然不会拒绝 他爽快掏钱 在所有老友面前赚足了面子 庆功宴上 一个老友起哄要不要资助他们 把游泳池也给休息一下 老爹没有拒绝掏出了余下的钱 没有了钱 老爹只能再次踏上送货之旅 这次他实在忍不住好奇 半路趁四周没人 将车停在路边查看 没想到袋子里面竟全是毒品 老爹赶紧拉上袋子 难怪自己跑一路就能得到别人一年的工资 与此同时大量毒品的涌入 引起警察的注意 他们从上级那里调来击毒探员 负责本案 探员通过调查 掌握了毒贩安提的犯罪证据 但他并没有抓安提 而是利用他打入毒贩内部 他们从安提这里知道了毒贩运毒的全过程 这才知道在毒贩内部 将帮他们运输的人称为骡子 因为老爹的出色表现 让毒贩老大注意到他 打算让他去运输足足100公斤的白粉 因为价值过高 全程跟踪老爹 于是等老爹再一次来到装货点时 就收到狐狸的警告 要求他全程根据计划行驶 不要做其他任何事 他还趁老爹装货时 在他车上装了监听器 没想到老爹完全不听 半路看到路边车抱胎的夫妻 他主动停下车去帮忙 来到指定的休息点 还叫来美女服务 完全不顾车上的货物 第二天更是改变运输路线 来到一家餐馆 请两人吃了三明治 他来这里的唯一理由 就是这里的三明治是西部最好吃的一家 老爹在运货的同时 也在享受着生活 但监督他的狐狸只是为了工作 根本感受不到老爹的快乐 等他们交完货 狐狸对他的忍耐达到极限 他给毒贩老大打去电话 说老爹根本不服管教 是个刺头他想杀了他 可毒贩老大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只要货到就没关系 老爹的特立独行说不定 还能帮他们逃过警方的追踪 很快老爹又接下任务 狐狸两人依旧跟在他身后 这天他们刚要出发 狐狸就被一个警察拦下 询问他们两个墨西哥人来小镇有什么目的 这时老爹和警察解释 这是他雇来搬家的工人 他们不仅价格便宜 还比中介介绍的能干 说着还主动打开后备箱 给警察送糖 后面的狐狸都紧张到准备掏枪 老爹还镇定地给警察手里塞糖 最后警察带着糖离开 不再为难狐狸两人 老爹又一次完成任务 还突破了毒贩的运输记录 毒贩老大给老爹举办了表彰会 贴心地给他安排了美女服务 晚上老爹找到狐狸 劝说他应该停手 可从小无家可归的狐狸 早就把这里当作了家 根本不打算离开 老爹回到家 参加外孙女的毕业典礼 因为外孙女是在他的资助下完成学业 所以家人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 与此同时探员再次收到安提的消息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骡子 他在4月份运输了121公斤的毒品 5月份运输了172公斤 6月份运了231公斤 而且最近他又接了任务 将一次性运输足足300公斤的毒品 探员得到新骡子的运输路线 知道他是用一辆黑色皮卡运输后 就带着人马去抓捕 他们在路边蹲守 注意过往的黑色皮卡 可他们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他们下意识认为白人女人老人不是骡子 专钉其他人种 被他们认为可能是骡子的凶狠男人 只不过是个路人 他们因此错过了老爹 探员又得到老爹休息的酒店 他们立马跟了上去 根据望远镜看到的人群 排除了女人孩子老人后 他们怀疑上了一个持枪的暴躁男人 派出警员直接抓捕了他 但在他房间里只搜出一点点毒品 他不是这次行动的目标 老爹通过窗口目睹了一切 他知道警方抓的就是他 可他没有害怕 第二天一早还主动坐到探员身边 充当了一次情感导师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告诫探员不要因为工作忽略家人 不然最后就会像他一样 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老爹继续上路 这时他接到孙女的电话 孙女告诉他外婆身患重病 已经没几天可活了 他希望老爹能回来看看外婆 老爹拒绝了 他的运输容不得半点问题 可想到病危的妻子 他还是不顾危险回到家中 妻子看到他是很是意外 但内心深处非常欣喜 这么多年来他虽没有理他 但还是深爱着这个男人 另一边失去老爹踪迹的毒贩和警方 都陷入了恐慌 要知道老爹这次任务 是运输300公斤的毒品 他们都不允许这300公斤的毒品失踪 老爹陪着妻子度过了最后一段时光 他向妻子坦白了一切 告诉他自己通过什么赚钱 女儿对他也有所改变 愿意和他平和交流 老爹终于承认自己 没有做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父女俩达成和解 几天后老爹的妻子 还是没有战胜病魔 离开人世 葬礼过后老爹又得继续自己的运输 离别前他女儿邀请他回家过平安夜 老爹激动地答应 然而他这一举 注定回不来 他刚上路 就被一直寻找他的狐狸看到 老爹坦然承认自己违规 任由他们处置 大胡子向老大汇报老爹的情况 毒贩老大让老爹先送完货 再处置他 这通电话也被警方监听到 得知老爹接下来的运输路线后 直接派出直升机和无数警员 在老爹的必经之路堵他 这次老爹没了之前的悠闲 一脸严肃 他已经预想到自己的结局 在警方设定的关卡前 匀速减速 主动下车双手别在脑后投降 探员看到老爹后猛了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个年迈的老人会是他们追击的毒贩 老爹被告上法庭 律师利用他的年龄和退伍军人的身份 为他开罪 但老爹却直接认罪 因为他知道即便自己逃过法律的追究 也逃不过内心深处的罪 最终老爹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女儿彻底原谅了他 让老爹出狱后和他们一家人团聚 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劫匪 他偷偷潜入别墅 将胶质炸药均匀涂在楼顶 随后按下引爆器 伴随着棚的一声 价值3700万美刀的保险箱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保安趴到窗口上一看 就看到一艘快艇 带着保险箱从河道里冲了出来 他们立马追上去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这只是劫匪的调虎离山之计 为的就是给队友争取解锁的时间 原来船上的保险箱是假的 真正的保险箱就藏在 他们正下方的河道中 惊艳老道的老索匠 正采用传统方法开锁 他慢慢转动密码锁 依靠齿轮转动所产生的细微差别 破解了密码 轻松打开保险箱 里面装的正是满满当当的金条 几人赶紧把金条打包 在警察回神之前 消失在这座威尼斯水城中 价值3700万美刀的金条成功到手 劫匪们一边喝酒庆祝 一边商量如何花掉这笔巨款 别人都是香车美女豪宅 只有老索将是个例外 他想就此金盆洗手回家多陪陪女儿 然而这个心愿他注定完不成 因为正当他们驱车离开路过水坝中央时 他们被两辆车前后夹击 车上还下来很多一看就不好惹的人 老索将刚想下车交涉 坐在副驾驶的叛徒就拿枪指着他 没错他返水了 打算独吞黄金 早早就联系了外人 老索将想多说几句 却直接被叛徒几枪打死 情急之下 开车的查理直接调转方向盘 把车开进湖里 可叛徒心疼手霸 对着河水一阵扫射 直到水面浮出一具尸首 有之前使用的氧气 几人轮流西洋逃过一劫 一年后团队老大查理 找到老索将的女儿罗莎 罗莎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开锁天赋 任何锁稍微摸索几下就能打开 因其高超的开锁技巧 还经常被警察请去帮忙 而这次查理来找罗莎为的 就是报仇抢回黄金 然而此时的罗莎有正经工作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查理 可到了晚上 罗莎看着父亲送给自己的钻石项链 杀父之仇怎能不报 他马上给查理打出电话 复仇行动正式开始 团队里除了查理和罗莎 还有电脑天才莱尔 爆破专家卢西 以及超级车手比特 他们打听到叛徒在纽约 靠着抢来的黄金混的风生水起 不仅住着最安全的豪宅 屋前屋后还都有专人打理 完全过上了他们梦想中的生活 几人利用假身份来到纽约市 在叛徒家周围观察了起来 经过他们长达半个月的盯手 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慢慢形成 他们计划让电脑专家破解叛徒家的电话系统 监听叛徒的一举一动 等叛徒出门时 在掩护罗莎潜入叛徒家打开保险柜 接着把黄金装上车 直接开到联合车站里 跟着列车离开纽约 为了计划无误 他们反复测试从叛徒家到联合车站的时间 结果没想到 纽约街头车太堵了 他们经常被堵在半路 跑完整条路线最快都要半小时 可如果一路通行 时间至少能减少一半 电脑高手一听说他能搞定 很快他就攻破交通系统 想让那里绿那里就能绿 保证行动畅行无阻 目前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 需要人潜入叛徒家 找到保险箱的准确位置 团队中叛徒唯一不认识的只有罗莎 所以这项任务只有罗莎能完成 但还需要一个光明正大进入叛徒豪宅的理由 经过观察他们打算掐断叛徒家的通信设备 在由罗莎装程维修工上门服务 他们查到一家专门负责维修这一块的维修公司 派出超级车手 把维修公司的一名女员工迷得五魂三道 第二天就成功搞到一套员工制服和车钥匙 当天他们就掐断叛徒家的通信设备 等叛徒家的保安给维修公司打去电话 约定好上门的时间后 他们再给保安打去电话 说他们刚好有一个业务员在附近 可以提前上门维修 保安没多想就同意了 罗莎带着伪装成胸针的摄像头 开车来到叛徒家 其他队友则在外面观看罗莎拍到的东西 然而罗莎刚停下车 就被叛徒家的狗吓了一条 还好叛徒及时出来 把他领进了家 进门后罗莎趁叛徒不注意 观察起房间 最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成功找到保险箱 在假意修好叛徒家的通讯设备后打算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 叛徒竟然看上了罗莎 还约罗莎周五共进晚餐 思索在三后罗莎同意 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准确知道叛徒出门时间 接下来就是实战模拟 他们在车上装入2700磅的铁块 再在一个废弃仓库里模拟叛徒家的场景 之后就开始了反复测试 刚开始一切顺利 可就在罗莎驾驶车经过一段斜坡时 他们发现了问题 车的底盘太低 承受不住重量且马力太低 他们又找到一位汽车改装高手 花了一万美刀对车子进行全面升级 与此同时叛徒带着黄金驱车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接待叛徒的是这家店的老板 他是一个中间人 负责联系叛徒和买家 两人合作多次 一直都很顺利 可这次老板竟开口询问叛徒黄金的来源 因为他刚从朋友口中得知 这种印有女郎的金条正是一年前 在威尼斯水城丢失的那一批 叛徒为了秘密不被泄露 直接枪杀了老板 但他绝对想不到 老板有一个混黑道的表弟 而这个表弟会在几天后给他当头一棒 时间很快就到了周五 查理等人按照计划来到叛徒家 没想到叛徒邻居在举办聚会 现在行动目击者太多 没办法查理只能取消行动 为了不引起叛徒的怀疑 罗莎只好来到餐厅赴约 可就在两人聊天时 罗莎不小心说出了父亲的口头禅 就这一句让叛徒发现了罗莎的身份 他一把抓住罗莎 大声质问他是在给谁干活 被制住的罗莎碰倒酒瓶求救 查理等人赶来 看到死而复生的三人 叛徒丝毫不见慌乱还嚣张地挑衅查理 查理愤怒地给了他一拳愤然离去 这下打草惊蛇 叛徒肯定有所行动 果然电脑高手在第二天 就间听到叛徒想要卷款跑路 专门请了装甲车运输黄金 查理等人想要夺回黄金 只能在运输途中动手 他们打算顾忌重施 效仿在威尼斯水城时的方法 把装甲车引到地铁轨道上方 他们在引爆炸弹让装甲车掉入地道 再由罗莎打开保险箱 带走黄金 下午众人按照计划布置好一切准备行动 可这时他们发现 叛徒请了三辆装甲车运输黄金 企图迷惑视线 但没想到查理他们简单粗暴 哪一辆车身最低哪一辆就装有黄金 很快就确认128号装甲车上装有黄金 接下来他们就专钉128号装甲车 行动第一步就是控制交通制造混乱 电脑专家在键盘上敲击几下 攻入交通系统 整个城市的交通就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 接下来他们想让装甲车去哪 装甲车就只能去哪 就这样装甲车慢慢驶入 五人提前布好的圈套里 另一边查理等人已经在地铁口等候多时 等时机一到立马调转车头 直接驶入地铁站 他们有90秒的时间将车开进地铁口 他们沿着楼梯一路向下 在列车到站的最后一路 三辆车顺利钻进隧道 电脑高手在强行关闭地铁 堵住入口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很快查理就到达提前订好的点 等待装甲车的到来 与此同时装甲车已经进入他们的圈套 而叛徒的视野刚好被旁边的大楼挡住 道破专家按下开关 装甲车直接消失在路面 紧接着再按下另一个开关 旁边车上的广告牌立马掉落 刚好盖住洞口 装甲车就这样在叛徒的眼前消失 而此时隧道里的查理三人 才刚撬开车门 然而他们却发现 叛徒临时更换了更高级的保险箱 罗莎表示这种保险箱门后镶嵌着一大块玻璃 玻璃一旦破碎 内部的钢条就会把门锁死 罗莎尝试钻孔 可很快就感觉到了玻璃 接下来他只能依靠处决来开锁了 好在罗莎天赋异常 依靠感觉很快就破解了密码 里面果然装满了黄金 经过粗略计算 总共价值2700万美刀 他们来不及庆祝 赶紧转移黄金 叛徒的雇佣兵正在赶来的路上 等他们装车完成 雇佣兵已经跟来在后面穷追不舍 可查理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猛打方向盘成功干倒一个 出地铁后命令副驾驶开门 再次撞翻一个 就在这时叛徒的直升机已经赶到 查理他们一路狂飙 快要到达联合车站时 查理让其他人先走他去引走叛徒 但来到桥下他却发现这里是一条死路 而叛徒也趁机飞到前面 让他无法掉头离开 查理没办法只能放手一搏 开到一旁的斜坡和直升机来了的亲密接触 破坏直升机的螺旋桨 就扬长而去 没了直升机叛徒只能开车追赶 很快查理就赶到车站 将车开进车厢和其他几人离开 叛徒见几人离开 便拿出五千贿赂小哥打开车门 没想到门一开 查理竟然在里面 叛徒以为自己就能夺回黄金 拿枪指着查理 却没想到他身后走出几个大汉 纷纷拿枪指着叛徒 原来这些人正是前来报仇的表弟手下 这时罗莎走了出来 狠狠教训了叛徒 最后叛徒被表弟带走 查理几人成功夺回黄金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美女的手脚被死死捆绑 众目睽睽之下被高高挂起 随后摔进水箱 按照魔术流程 不出意外美女在几秒后就会逃出水箱 重新出现在舞台 可眼看时间已到 美女依旧没动静 魔术师赶紧拉开帷幕 里面的美女正在痛苦挣扎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魔术师赶紧拿起木棍就是一阵敲 玻璃瞬间爆破 可为是已晚 美女已经失去呼吸 魔术师斯丹抱着尸体失声痛苦 因为美女正是她的新婚妻子 斯丹想到同伴之前提议在表演水下逃生时 提议换种更结实的绑法增加看点 这次的意外很可能是她私自修改绑法而酿成的悲剧 为了求证 斯丹在葬礼上大声质问同伴 她到底用了什么绑法 谁知同伴说 两人从此反目成仇 一场顶尖魔术师的巅峰较量正式拉开帷幕 率先发动攻击的是同伴魔术团 她想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完命魔术 徒手接子弹 先将子弹装进手枪里 再随机找一位志愿者让对方朝自己开枪 她在假装接住 表演完成 但其实子弹一直都藏在她手心 志愿者射出的只是空枪 这一套手法 同伴已经熟记于心 唯一的危险就是志愿者可能会在手枪里放入真家伙 但这毕竟是少数 到了正式演出 同伴在观众里随机跳了一位志愿者 可当他看清对方脸时就愣着 这位幸运观众不是别人 正是斯丹 同伴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在里面赛真家伙 可表演已经开始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 同伴的手指被瞬间打断 对于一位魔术师来说 失去手指无异于毁掉整个职业生涯 很多魔术都将无法从他手中演出 与此同时同伴妻子刚生下女儿 同伴失去手指 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上台演出 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而另一边 斯丹也开始筹备自己的魔术团 他找到之前的道具师 负责道具和后勤 再找来一位美女助手 在台上吸引观众注意力 他们准备了经典的鸟龙魔术 但仅仅这样并不能战胜同伴的徒手接子弹 所以又对魔术进行了创新 道具师准备了特制鸟龙和装备 为了增加表演效果 他们还打算邀请志愿者共同和他们完成表演 魔术筹备完毕 说服当地最大剧院的老板 得到在里面演出的机会 正是演出这天 依照计划从观众里随机挑选两位志愿者 可就在这时 斯丹突然发现其中一位志愿者 就是自己之前的同伴 结果可想而知 他不仅搞砸了这场演出 还连累一位无辜的观众手被夹住 斯丹的表演团队也被剧院老板扫地出门 然而两位魔术师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但在下场表演前 他们都需要先克服困境 需要用一个史无前例的魔术 重新打响知名度 为此两人不约而同享到了科技馆 里面有无数星星科技吸引着大众的好奇心 他们在展览这天看到了很多星星科技 虽然很吸引人 但还不适合搬上舞台 因为观众都被吓跑了 回去时 斯丹看到同伴一家人亲热 想到自己的妻子 他痛恨眼前这一幕 发誓一定也要夺走同伴最在意的东西 没过多久 同伴不仅克服了双手的束缚 还把一个传说中的魔术搬到舞台 只见他扔出一个小球 随后就把自己关进一个封闭的木箱子里 就在观众还看的云里雾里时 他又从另一个木箱子走出接住小球 对手斯丹看完后都大为震惊 回到工作室商讨对策 道具师和助手都不相信世界上有瞬间移动数 同伴的魔术一定是用了替身 可斯丹却不这样认为 同样断掉的手指就是证据 同伴的瞬间移动数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没人再来他们这观看演出 为了留住观众 他们复刻了同伴的表演 在酒吧找到一位和斯丹相似度很高的酒鬼 稍微装扮一下没人能分辨 还在同伴魔术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设计 两个封闭的木箱换成两扇门 扔小球改成扔帽子 还让助理在台上吸引注意力 让表演更吸睛 上台后 斯丹扔出帽子跳进地道 替身再从另外一个门出来 表演大功告成 改良过后的魔术果然更有吸引力 受到观众的意志好评 但很快这样的表演方式就让斯丹感到不满 虽然魔术表演很成功 可从史之中 他都不能真正站在台前享受掌声 只能在昏暗的后台默默庆祝 时间一场不满达到顶峰 迫切想要摆脱困境 找到同伴魔术的真正秘诀 他找来助理 让助理去同伴那里当卧底窃取机密 然而事情并没有斯丹想象中那么顺利 这天斯丹和往常一样准备开始瞬间移动魔术表演 扔下帽子跳进地道 但斯丹掉下时却发现 以往放在机关下面的软垫不见了 他的双腿也被当场摔断 更没有想到的是 对面升降装置里站着的不是替身 而是他的老对头同伴 原来他的小助理不仅没有好好做卧底 反而还叛变了 把斯丹表演找替身的事一股脑全讲了出来 同伴知道后也没有找斯丹理论 反而提前找到替身 用钱把他收买了 也就有了刚才的一幕 同伴通过升降替来到舞台 先是假装自己意外出现在这里 再捡起帽子来到舞台中央泄幕 这时替身也慢慢从舞台上落下 身上还挂着大师在潘提剧院演出字样的牌子 他这一番表演 成功获得所有观众欢呼 两人之间的较量以斯丹惨败结束 不仅被对方砸了场子 还摔断一条腿 这让斯丹感觉脸面无光 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扳倒同伴 相当好一点 他就绑架了同伴的道具师 成功拿到同伴瞬间移动魔术的关键字特斯拉 斯丹知道一定是同伴找到特斯拉这位天才博士 为他专门打造了一台特殊机器 瞬间移动术才能实现 于是他不远千里来到美国 在一个偏僻的山顶上终于见到特斯拉本人 刚好特斯拉实验缺少资金 双方一拍即合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共同打造能让人瞬间移动的机器 经过几人长达一年的努力机器终于造好了 结果却没有什么用 比如把一顶帽子放进去做实验 打开开关一阵激光之后帽子没有改变 依旧还在那里 放一只黑猫进去 依旧没有变化 看来依靠科技依旧没能实现瞬间移动术 这下彻底没了希望 斯丹失落地走出实验底 然而回去路上却半路听到猫叫声 斯丹好奇走过去一看 发现一地的帽子和两只一模一样的黑猫 原来机器虽然没有瞬间移动的功能 但却拥有更神奇的克隆效果 会在机器不远处复制出一个完全一样的克隆体 于是斯丹不顾特斯拉的反对 带着机器重新回到家乡 并将它全新的魔术搬上舞台 只见它走进电闪为名的机器中 随着电流闪过 它消失不见 几秒钟后 它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观众背后 这种神奇的瞬间移动术 让斯丹一夜成名 成为当之无愧的魔术大师 常常演出都人气爆棚 也终于在这场较量中大获全胜 而它的老对手同伴也常来观看表演 试图找出其中奥秘 可无论它如何也查不出 斯丹是如何在几秒内移动到十几米外的观众戏上的 难道它实现了真正的瞬间移动术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 终于让同伴找到疑点 第一在斯丹表演时 除了专门请来的瞎子助理 任何人都不能去后台 第二每天表演结束后 他都会从剧院搬出一个完全密封的大箱子 显然斯丹的一切秘密都藏在后台 同伴经过乔装打扮 在斯丹表演时悄悄溜进后台 却没想到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舞台上表演的斯丹 直接从活木板上掉进表演水箱逃脱的水箱中 在水中不停挣扎 同伴看情况不妙连忙砸玻璃 可他手指不全 不能使出全部力量 根本砸不开玻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斯丹淹死 事后 同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所有人都认定同伴就是凶手 不仅是因为两人视对方为死对头 更是因事发时只有同伴在现场 他有动机也有时间动手 行星前一个受伯爵委托的人突然找到同伴 说伯爵想要他手里瞬间一栋树的秘诀 作为交换伯爵会收养他女儿 为了让女儿不被送进孤儿院 成为同工他同意了 然而当伯爵带着同伴女儿一起来看他时 他整个人却呆住了 眼前的伯爵正是自己杀死的魔术师斯丹 害怕对方伤害自己女儿 他拿出自己血的瞬间一栋树秘诀 可没想到斯丹看都不看 直接撕碎扔掉 因为他现在不仅在魔术上赢了同伴 还成功夺走同伴心爱的东西 他已经胜利 很快就到了同伴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 同伴失去了生命 与此同时 斯丹突然被人开枪偷袭 而开枪的人竟然是死对头同伴 这时斯丹才明白一切 原来从始至终就没有所谓的瞬间移动术 同伴的魔术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两人共享人生 同伴受伤时 他兄弟也直接剁掉手指 而斯丹魔术的成功 得益于机器的复制术 但每一次表演他都必须直面死亡 必须杀死本尊留下复制体 如此往复才能不穿帮 在熊熊大火中 同伴看到满仓库的斯丹时 也明白斯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至此他们之间的对决终于结束 但两人没有一个是赢家 付出所有却什么都没得到